在一些时间,那可能我就是把最后的这个部分再稍微说一下 那最后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条件部分就是再增加一下 就是说在你统计的时候,甚至你可以把其他第二个条件也一样一并给带进来 如果你要有第三个条件的话,像刚刚讲的 比如说最常购买的设计杂志 那如果你除了年龄之外,你还要想要多增加所谓的性别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在筛选,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就会有个筛选 比如说你要预设是全部,你也可以再把它改成女生 比如说女生购买的会不会跟男生不一样,你可以再多个条件 也就是说在数纽分析表至少可以有3乘4的统计分析 然后可以把这个图表快速的产生,那你可以一边切一边看结果 或者说你可以画不同的图表出来,当然也OK 最后我这边是有一些实际上的后面的练习 所以也许不妨请各位再试试看 包含就是说底下有一个针对设计类的杂志 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是希望跟年龄之间的关联性 那最后我们一样画直条,所以你会把一个直条图里面 也可以做这样的呈现方式,在不同的 我这边有一个做完的结果,OK 也许你们做完之后类似长得像这样 然后不同的年龄,它会就是习惯阅读的杂志 你可以利用这个直条图让它呈现 当然除了直条图之外,当然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你可以按滑着右键,这边有个变更图表类型 然后甚至你如果觉得老师这个直条图好像有点拥挤 我记得这里面好像还有其他的复合式的那个 这个比如说堆叠直条图 它呈现出来就有点像这样子 它变成说,它比如说不同年龄,它不会分开来放 它可以把它全部变成一个直条图 我按确定好了,这个结果也看起来好像 哇就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拥挤 那呈现出来又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那个数量到底多寡 大家看出来,其实卖最好的也是广告设计相关杂志 它的年龄层最多还是这个区间的话是31岁到 所以年龄相对是比较偏高一点点的 当然如果你假设你着重的不是说数量 而是每一个类型杂志它销售情况的话 你按右键这边有个什么? 变更图表标题,一样可以怎么样?去统计一下 你就不是每个个别设计类型的数量 而是全体,所以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旁边这个 你着重的是每一个类型杂志的那个占比 你可以改成百分比的堆叠直条图 按确定之后呈现出来 你会发现它每一个个别杂志 到底哪一些年龄层的人是最多的 马上可以呈现出来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改来,比如说不一定是年龄 性别也可以,职业,年收入 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观察说每一个这个的结果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视觉化 其实也是相当方便 我觉得在Excel里面 当然这个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 真的是一个非常便利的工具 但是前提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前面为什么我们铺成的蛮多的部分 主要就是说第一个 如果你假设要做那个枢纽分析表 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资料的正规化,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如果你资料没正规化 你要插入数纽分析表 你抱歉,它没办法接受 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把这个编号 转换成它应该要有的实际内容 很抱歉,没办法 第二个呢,栏位名称一定要有 如果你像之前蛮常遇到的同学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那加上了你那数纽分析也没办法找到那个东西的对应 还有像刚刚一直提到跨栏字中 所以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有注意到的话 后面在使用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其实就会非常方便 另外可能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有没有那个栏位 比如说像这边基本上都有这个栏位 但有的时候有一些你要统计的栏位 它并不存在这个资料里面 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把它变成 它可能是在某一个栏里面的某部分资料 那你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栏里面部分资料 独立出一个栏出来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一些统计分析 那因为今天时间其实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那我尽可能的把我能够讲的一些重点 帮各位做一些这个提示 那当然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 不知道各位最后 因为是远距的关系 所以可能在这个沟通上面 可能没有像在实体上面那么方便 所以最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的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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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假设后面要再做一个复习动作的话 那也许你之后假如有问题的话 或许可以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再来讨论 那不然的话我们今天的这场演习 不然就先到这里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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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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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